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拱桥传统营造记忆传承人胡淼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成长为国家级非移代表性传承人 胡淼是如何与这门古老的记忆结缘的呢 在复原和传承木拱桥营造记忆的过程中 他又做了哪些创新和探索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拱桥传统营造记忆传承人胡淼 是浙江省庆元县人 他与木拱桥的结缘始于一个意外事件 2006年8月台风桑梅来袭 在浙江省庆元县竹平村 一座拥有160多年历史的无公经历 我从上游和下游的绕来绕去 一直在那里看 怎么办 到这儿都是这些东西 这些传统 把人的帮 pray 你�가 also 有一种艺民的教育 他们也就说纷纷地就进来了 有时候也说 我捐一千的 我捐五百的 还有说 我家的那个大柳商就拿去住吧 不过我说还有一个问题 真的没钱了 可能就是说 大家也要有人去投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都是给我们也有一种很大的压力的 面对有些村民的质疑 做事稳健的胡淼开始默默行动 在做设计图的时候 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便是如何准确算出三节邪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于木拱廊桥传统木结构的营建记忆颇有研究 就是我们吴老曾经也说过 是在夹角在25度到30度的范围之内 我从这个数据上来想象到中 那么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的计算来 算出这个三节邪名的长度 正是在吴老的帮助下 胡淼反复琢磨 一遍又一遍进行推算 最终得出了三节邪名长度的准确数据 为确保万无一失 胡淼又做出一个决定 那么我就特意找了两位 比我自己大的很多的老前輩了 那么由他们来再配合我们去做 由于前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踏实稳重的胡淼在众人的帮助下 终于以116根粗大石木 成功搭建成八字形木工架 继而让吴公桥稳稳地架在竹坪溪上 重现昔日的风采 浙江省庆园县的小木匠胡淼 因为成功重建家乡的木拱狼桥 吴公桥在十里八乡 渐渐有了些名气 他也因桥生情 下定决心将木拱狼桥的 传统营造技艺发扬光大 在接连修建了30多座木拱狼桥之后 胡淼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主墨师傅 但是一直从事新桥修建的胡淼 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 有人请他修复一座古桥 如龙桥 如龙桥始建于明初 全长约28米 近跨约19米 其结构复杂 工艺精湛 即亭台楼阁于一体 具有较高的历史 艺术和科学考察价值 突然之间 接到修复国宝及古桥的邀请 这对胡淼来说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将如何应对呢 就能有与世上千里面的 这对胡淼很高兴 还有在之前的 不能闭嘴 那天 这对胡淼 那些 那又不过 就是 对吗 我 他 是 这对胡淼 都可以 但是修国宝桥 它是要按照文物局的规范去修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要做好它的质量 又做到它的审美光 这些都要保存原则原味的味道 这是给我们的施工商 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熟知古桥的历史 方能更好地胜任这项工作 胡淼开始动手翻阅 大量的古桥相关资料 并向诸多历史文物专家请教 在充分理解和学习前人的智慧后 胡淼在修复过程中 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国家级保护单位的一个龙龙桥 那么也就是我们庆圆的一个特质性的标志建筑 那么作为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工匠 有这么好的机会去修这座桥 也是我周末都想的 了解了历史背景 接下来就是攻克技术难关 在着手修复如龙桥之际 胡淼很快遇到第一个难题 件事它已经扩在 estable 不知道 梦重雨 就还望 trud Detroit bandeiro 对 渡刹 刑 原因 节苗始终无法实现完美的咬合 在建教官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细节困难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会去请示一下我们老前辈的吴老 他就会跟我指点了很多 包括牛头的倾斜度 拱架是如何去受力 那么是不是说是损头受力 而是他的断面受力的这些 吴麒麟的一番话 让虎苗毛色动开 虎苗借助新学的知识 重新对小牛头毛眼角度进行了调整 果然调整后的小牛头 与五节苗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 完美匹配 扭曲的如龙桥终于被修复如初 这座近四百年历史的古桥重获新生 当虎苗走在如龙桥上 仿佛穿越了历史 与古代造桥的工匠隔着时空交流 2018年 虎苗成为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但是时代更迭 日新月异 新的设计风格与施工理念不断地涌现 人们对于木拱廊桥的建造 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也促使虎苗对现有的建桥技艺 进行改良与创新 那么面对中国上千年的木拱廊桥营造技艺 敢于创新 善于创新的虎苗 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呢 麻烦是很好的 策略 每分钟人都要承设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通过不断的考证和学习 胡淼发现客户的要求 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 虽然条没有建成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学习 胡淼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总结出了材料集中加工的方法 打破了传统记忆 现场加工低投入低产出的制约 除此之外 他还充分利用电子地图 足不出户 便可了解客户的架桥位置 并估算出大致的修建成本 利用创新的方法 大大提升了胡淼的 布古堂桥修建技艺 胡淼老师传承了古人 传统的营造手法 然后他还不断地 自己去探索新的一些知识 参加一些培训 他把他自己的技术 毫无保留地 交给我亲缘的 木肱桥的工匠们 在技术日增完善的同时 胡淼心中还惦记着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手艺的传承 从2016年开始 胡淼和当地的学校进行沟通 让木肱桥建造工艺 走进校园 走入学生的课堂 右脚踩上去 你不要怕 慢点 踩上去 一二三 在课堂上 善于钻研的胡淼 总是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让孩子们站在 小木棍大城的 简易木肱桥上 亲自体会 这门古老手艺的神奇 保留乡村旧貌 留住青山绿水 记住积许乡愁 几十年来 胡淼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除了不断的外出学习 参加培训 提升记忆的同时 胡淼也一直尝试 恢复古老的剑桥习俗 在他的努力下 发锤起拱 上梁祭天 踏桥祈福等传统仪式 在消失多年后被相继恢复 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 作为国家认定的 飞夷传承人 胡淼希望 凭借自己的努力 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 更多的关注 让木拱廊桥文化 延续历史的血脉 在新时代 焕发 夺目的光彩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